金马奖将在11月23号在国富纪念馆举行 由于今年是第50届特别具有意义 所以活动自然得要慎重举办了 只不过现在让金马执委会最头痛的 是还没有找到适合的主持人选 像是拥有丰富主持经验的陶金莹 因为在主持金曲奖的时候受气 所以这次谢绝邀约 说自己形成满档工作量有点难以复合 金马奖即将在11月隆重登场 不过主持人选到现在都还没有敲定 让金马奖职委会非常着急 就连三金典礼的主持常客陶金莹都谢绝邀约 有很多大家想象不到的 比如说你要试装 试装不只是一次 然后你要拍照 然后要拍MV 然后光是看到通告表 我现在很想昏倒 今年7月陶金莹主持完金曲奖后 惨遭网友批评 让陶金莹难过的说 不会再担任典礼主持人 如今金马奖主持人快要开天窗 陶金莹觉得可以把机会留给更多人 因为我觉得其实台湾还有香港好的主持人真的很多 其实大家应该把这个机会再扩散出去 就是让更多不一样的人来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小燕姐站在那个颁奖典礼的台上 我觉得会更别具意义 距离金马奖颁奖典礼只剩两个多月 到底谁会接下金马奖主持棒 不仅让外界非常好奇 也留给金马职委会一个大难题 雨点TV里五号杨青台北报道